在桃園佛伦社三十峰般悠扬的乐曲声中 第48届台湾影展及摄影年舰邀请展 在6月19日圣诞开幕 台湾摄影学会创立于民国52年 这次首度将会址移到桃園 希望更加推动桃園市摄影艺术的推广发展 特别把手展设在桃園市 因为我们台湾摄影学会也是五十几年来 第一次设计在桃園市 庆祝我们桃園市升格为直辖市 我们台湾摄影学会办了这个全国性的摄影大展 还邀请很多摄影评家一起来做展示 桃園市长郑文燦副市长王明德 文化局局长庄秀梅 议员范刚祥和王浩宇导人 也一同参与开幕盛事 影像跟我自不同 影像在沙拉间满桌的感受 那么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感受 那也可以为我们这个城市留下许许多多不同的记忆 这一次展出约两百件摄影作品 包含本届台湾音展得奖作品 以及优秀摄影名家邀请作品 但是也有的人是说 不值得我们进展到很快速的穿出来 那它这个速度是放慢的喔 大概是二分之一的喔 二分之一的喔 但是这个不绝对 那个人的走心之一感受 那你如果用太慢的时候 反而可能那个人这样的也会跑掉 新跟旧的一个结案 特别是当然我这个门戈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灯 所以说照相是要时间定点 然后是演宵的时候 那你过了演宵的时候 那你过了演宵的时候就没有灯 所以有时候这个照片就成功了 心情也在那里唱啦 我们到了玩的时候 都会把所有的球切了在一起 然后大家的感动是来 是来谁的球会跑得过最快 那也能让他在洗在裤子上 会才有张力 有一些魔童在那里做游戏 就是我们小时候 会把整个身体用一个骨带伸起来 然后大家来赛跑 就是跳布袋 看谁跳得比较快 跳得比较高 你看他这个 下面那个数字就跳上来 所以我把它叫做低童年 就是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 完全会写的那种 展览期间 现场也有资深摄影家 担任淘板职工 让民众都可以进一步了解 一步摄影艺术 对 那看小朋友的话 就真的很眼神 非常重要 一亮 可是如果不是因为 这些小朋友的表情 就差很多 对不对 尤其我们看了 最后会看到他 那一个 那个深深的脸 很平庸的话 他大概就不会拿出来 即日起到7月3日 在文化局盛大整出 欢迎大家踊跃共享盛举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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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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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